大家好,我是来自易法半导体电机控制技术创新中心的应用工程师Danica Deng 这名是邓湘怡 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的是基于以太高速连接的ST工业应用解决方案搭建的迷宫游戏 在这个游戏中,玩家可以通过控制迷宫平台的倾斜程度调整小球的路径,使他通过迷宫 迷宫平台的倾斜使用四个电机来实现 这些电机通过IFCAT时事接收来自主控的信号 同时,我们用惯性传感器和摄像头来检测小球的时事位置,并计算分析出它的最优路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demo的演示视频 现在,大家看到的是基于STN32-H747I的时事位置信息显示 以及基于STN32-MP135的控制信息显示 我们将小球放到任意位置 并通过任意控制模拟遥控杆或者BLE加速操纵杆 让迷宫平台倾斜,并使小球移动,直至达到目标位置 接下来我们直接使用视觉算法分析小球位置,并计算出最优路径 使电机倾斜 最后使小球达到它的目标位置 整个系统由STN32-MP135芯片接收电信号并完成电机控制 这个方案中我们使用STEVAETH001V1芯片驱动四个电机 在整一个方案中,我们有三个模式来控制小球的运动路径 它们分别是使用模拟摇杆控制 另外,使用BLE加速操纵杆控制 以及使用STM32-H741i和摄像头组成的一个视觉系统进行自动控制 前面两种模式中,玩家可以直接控制电机 使得小球在迷宫中进行移动 那第三种模式中,我们将直接由视觉算法去控制电机的倾斜角度 使小球自动地去达到我们的目标位置 同时,我们方案提供了高速的基于NETX590的网络控制器的有线网络连接 以及相应的无线连接 以上就是基于以太高速连接的ST工业应用解决方案 搭建的一个游戏详细介绍 谢谢大家